為什麼說王明婉 是你的昂貴的洗碗機 因為以前就是說 我們有買洗碗機 可是我有時候會選洗碗機 因為我通常寫稿 還要看電視 還要做很多事 我就選洗碗機的聲音太大了 然後他就覺得說 那樣他自己去洗碗機 就去洗碗 一開始就他一直幫我洗碗 後來就是康寧想跑到日本去 他有一次去借助我們家 他就說 他說你怎麼用這麼昂貴的洗碗機 都他在洗 後來買了洗碗機以後 我前草他也還是繼續 在當洗碗機就對了 不容易耶 老公 男生 在日本人男生洗碗不多 不過現在就是說 我們最近外食比較多 因為小孩都離開家了 那我們就外食多 所以他現在變成另外一個功能 是採背機 就比較不洗碗了 什麼叫採背機 採背 採你的背 對 他還滿會採的 然後 所以我常常畫餅給他吃說 你可以有別的女人 然後你去別的女人家 沒關係 只要晚上記得回來 給我採背就好了 他已經給你開了另外一扇門 不要捨不得用 他的意思是他這樣說給我聽 我就應該夠了 所以他畫餅讓我衝擊的意思 你就是採背是一種按摩 對 他採得滿好的 所以他現在的功能 比較大的功能 天天採嗎 對我來說幾乎 然後晚上有時候睡覺 我覺得很痠 他在睡睡得很熟 他也是會用手一直給我 幫你幫我推 對 幫我推兩下 就會好很多 對 好 那他的力道都差不多嗎 我就覺得是正好的 對 你有感受到他心情不愉快 或者是心情特別好的時候 有時候採得太重了 會有感覺 老公你今天心情不好 不過通常還不錯 他通常就是比一般的騎士來說 他算是神經也還蠻粗的 然後幾乎不需要伺候的男人 所以我覺得是 是我很大的一個福氣 我發現這一集回去之後 我們當老公都不好當了 老婆要求他採背 老婆要我跟他採背我也OK 可是他已經開很大力了